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自从2022年中以来,在全球经济下行,产业面临库存调整及消费电子、市场需求、低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,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持续下滑,砍单、产能利用率不足、业绩亏损等情况也逐渐从封测场蔓延至更上游的晶圆场。 业内消息显示,受库存调整影响,不仅是半导体封测市场,晶圆代工市场也早已经转变为买方市场,特别是在成熟制成领域。 早在去年下半年,就有二三线晶圆代工厂小幅度下调流片价格,今年以来,业内降价趋势更加明显,多数晶圆厂都已经加入降价阵营。 虽然消费电子市场趋库存速度缓慢,市场需求较为低迷,但2022年紧封测厂的代工价格处于持续下滑的状态,各大晶圆厂在第一季度,甚至第二季度都有上调代工价格。 要知道,就还在去年5月,当时的晶圆代工厂的整体产能供应,虽然紧张情况有所松动,但产能利用率和价格还处于较为稳固的状态。 然而,半导体市场需求自2022年第三季度跌入谷底,导致晶片设计厂商流片意愿不强,晶圆厂的产能利用率也出现下滑。 当时,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厂商台积电7奈米产能利用率逐渐开始下跌,其余二三线晶圆厂下滑更甚。 一般来说,从中端市场传导至晶圆代工厂会滞后半年左右的时间,因此自今年第一季度以来,各大晶圆厂均呈现出急速下滑的状态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对此就坦言,由于智慧型手机、PC等终端市场需求进一步下滑,7奈米、6奈米产能利用率低于预期,此情况将持续至2023年上半年。 联电总经理在近期举办的法说会上指出,第一季订单能见度偏低,营运充满多重挑战,晶圆出货量估计减17%至19%。 立即电总经理也表示,去年第四季延续第三季低迷试矿,整体产能利用率仅维持约70%,今年第一季已有过年假期,在中国解封后不确定因素影响, 产能利用率也不会太好,预期可能在下滑10%左右。 韩国晶圆厂方面,据韩媒The ALEC报道,三星、DB Hitech、SK海力士旗下代工厂KeeFoundry、Magnetchip和SK海力士等韩国晶圆厂的开工率, 自2022年第四季度开始急剧下降,预计这一趋势至少将持续到今年第二季度。 其中,三星、DB Hitech和KeeFoundry的8英寸晶圆厂开工率都在60%至70%之间,三星的12英寸晶圆厂的开工率仍保持在80%左右。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基邦科技Trendforce最新调查显示, 截至去年第三季度末,三星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份额为15.5%, 据第二位,虽然大幅落后市场份额高达56.1%的龙头台机电, 但也已接近第三至五名的联电、格罗芳德、中芯国际这三家公司的市场份额总和, 仍非常具有指标地位。 近日,业界传出消息称,三星面对晶圆代工业务的产能, 利用率下滑将寄出更积极的价格战抢单, 希望以更低的价格带来更多订单以填补产能。 据台湾《经济日报》2月中旬报道, 新一轮半导体晶圆代工价格战打响, 三星、联电、世界先进等晶圆代工厂商已展开降价。 其中,三星打响手枪降低报价, 目前主要锁定成熟制程,降价幅度达10%, 并已获得部分网通晶片厂商的订单。 该公司此前频频传出陷入亏损, 计划削减产能与资本开支, 其日前也坦言,行业库存调整, 导致晶圆代工业务产能利用率下滑。 此前,有韩国媒体报道称, 三星为应对全球半导体市场的持续下滑, 其晶圆代工业务开始采取供高阶制程, 弃成熟制程的策略, 把成熟制程生产线人员调往高阶制程, 全力冲刺300米生产, 甚至不惜放弃成熟制程客户。 但随后三星发出声明称, 成熟制程对公司晶圆代工业务同样不可或缺, 将继续设法满足客户需求。 供应链人士补充称, 原本三星晶圆代工业务以生产自家晶片为主, 但当下半导体式场景气度下滑, 在行业下行周期中, 三星自家晶片需求同步受挫, 因此闲置产能大幅增长。 在这种情况下, 为了填补产能空缺, 杀价抢单是不可免。 也印证了三星, 并未放弃晶圆代工成熟制程, 而是选择率先开启降价吸引客户, 希望以更低的价格带来更多的订单, 并填补产能。 并据台湾电子时报2月中旬报道, 三星眼下已将抢单目标锁定高通, 联发科等7奈米6奈米客户。 公司近期不断向高通提出优惠条件, 将高阶手机等订单交给高通的同时, 也在整体代工价格上给予折让, 希望高通能将交由台积电6奈米代工的 骁龙600700主流系列部分交给三星, 甚至接下来都有三星承接。 除了高通之外, 三星下已目标为积极争取联发科, 同样也企图复制高通互惠互利模式。 值得注意的是, 此前三星晶圆代工报价便已略低于同产。 而供应链人士认为, 如今市场整体需求依旧低迷, 三星若再下猛药, 大砍报价10%, 势必成为IC设计厂对其他晶圆代工厂溢价的依据, 不降价便赚取三星生产, 使得其他晶圆代工业者面临压力。 有业内人士则坦言, 在晶圆代工市战略第二的三星的带动下, 联电、世界先进等厂商也开始对客户实行有条件降价。 对此,联电回应称, 对市场传闻不予置评, 目前来看报价持稳。 不过,公司已表示, 现阶段订单能见度较低, 本季度产能利用率将由去年第四季度的90%将至近70%, 晶圆出货量同步骤降, 毛利率或将跌至近七个季度以来的低点。 毛利率与晶圆出货量同步锐减, 毛利率更恐下探尽七级低点。 预期随着产业持续去化库存, 下半年需求渴望逐步回温。 由此可见市场需求低迷, 晶圆厂面临产能利用率不足的窘境。 为填满产能, 晶圆厂不得不让利给客户。 这意味着晶圆代工市场将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, 晶圆设计厂商能在价格谈判上取得更大的话语权。 事实上, 由于消费电子市场需求萎缩, 部分晶圆代工厂为占据更多市场份额, 已经在低于成本价参与市场竞争。 因此, 部分晶圆设计厂商急需通过降低供应链成本来挽回公司业绩预势。 某中小型晶圆设计厂商高管表示, 早在去年, 公司已经与合作的晶圆代工厂商议降价适宜, 当时仅小幅度下调, 但近年公司新的订单价格再次调低, 目前已经恢复到2022年涨价前的流片价格。 另一名业内人士也表示, 近年以来, 晶圆厂突变下调了晶圆代工的报价。 据了解, 这些晶片厂商主要与二三线晶圆厂合作, 而台积电和联电都明确表示将坚守价格, 其中台积电在今年第一季度更是涨价6%, 联电则预期第一季度产品平均售价渴望持平表现, 今年全年产品平均售价也将维持稳定。 另有一家晶片设计公司人员表示, 由于公司与晶圆厂签署的保价保量合约仍未结束, 公司流片价格并未能下调, 预计合约到期后, 公司晶圆流片价格将有所下调。 目前,晶圆厂与晶片设计厂商仍处于博弈状态, 在部分较为紧缺的工艺方面, 晶圆厂和晶片设计厂商都有预期可能会向上调价或是维持稳定, 但在产能过剩的工艺或将出现较大的价格调整。 值得注意的是, 在晶圆厂与晶片设计厂商的博弈过程中, 大型晶片设计厂商的溢价能力更强, 所以代工价格降幅也更大。 展望未来, 业内观点各异。 有人认为, 目前市场需求仍未回温, 预计未来晶圆代工价格还将持续向下调整。 也有企业高管认为, 从产业去库存的节奏来看, 晶圆代工价格暂时会稳定。 预期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晶圆厂应该会逐渐完缠, 当供需关系再次发生变化时, 晶圆厂与晶片设计厂商之间还将有新一轮价格博弈。 总体而言, 虽说龙头台机电今年已既不调涨代工报价, 但随着三星打响晶圆代工削价抢单大战冥想, 或将打破原先行业厂商预期平均单价ESP有支撑的局面。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, 最后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 谢谢。